我做一个判断 梅西很有可能是在默默无闻中推移 他现在在迈阿密 对于大多数媒体和大多数人来讲 现在梅西的热度可能还不如安东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八 欢迎收看地上足球 下一单来个预告 4月27号 今天晚上10点 曼联的比赛 老八会解松 4月28号 周日晚上 北伦敦 德米 托特拉姆斯普斯 VS 阿辛勒 老八也将全程观赛 并解说 周二晚上 周三凌晨和周四凌晨 欧冠 半决赛 隆德里 VS FC 培人 以及 多特蒙德和 佩洛斯 老八也会全程观看和观赛 这是最近几天的观赛预告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今年的金球奖最有可能是谁 老八关注到欧洲媒体 包括亚洲的媒体 都列了一个金球奖的概率排名来小组放下 我对这个排名非常不认可 首先我来说一下 今年的金球奖不可能是梅西 塞罗和哈喃德 梅西 塞罗和哈喃德这三个人已经出局了 哪怕曼城夺得英超冠军 足足备冠军 哈喃德拿到金球奖也没用 哈喃德现在这个表现已经和金球奖前三没有缘分的 前三他都进不去 那第二塞罗 塞罗想要夺得金球奖 必须在欧洲杯葡萄牙夺冠 并且塞罗进很多球 这种情况下 塞罗才可能拿金球奖 但是目前按照葡萄牙的状态 以及塞罗的状态来讲 即使葡萄牙夺冠 第一大工程也不太可能是塞罗 塞罗可能在欧洲杯的进球就三个左右 三个左右 整个队内他不是一个绝对的核心 不是一个绝对的carry 以塞罗目前的状态和能力来讲 不太可能 同时拿到欧洲杯冠军和欧洲杯金球 这种概率非常低 梅西呢 梅西也没有进入前三的资格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实 目前世界的主流媒体 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 现在对梅西的报道都非常少 非法也好 欧洲也好 现在都在刻意地回避梅西这个问题 不再去讨论梅西 造神的运动已经结束了 哪怕梅西在迈阿密 我看前段时间进了什么两个球 造了几个球 这个新闻也是很短 几个小时的头条随后就没了 对于大多数媒体和大多数人来讲 现在梅西的热度可能还不如安东尼 安东尼上场的曝光度跟梅西目前在迈阿密的曝光度 我觉得是同一个水平 这和之前梅西在巴黎是完全不一样的 梅西在巴黎 欧洲媒体非法还在对梅西进行曝光 但现在梅西已经没有曝光了 整个迈阿密的曝光度甚至还不如利亚德 所以即使阿根廷每周杯能夺冠 梅西也拿不到金球奖 而且大概率 每周杯冠军是阿根廷 但梅西看着概率不大 我记得塞罗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塞罗去利亚德的时候接受了采访 他说过一句话 我去了利亚德看着他们联赛的氛围 他们的训练我觉得是接近于欧洲顶级水平的 这个话你先仔细琢磨一下 沙特联赛它的基础建设 对于球员的训练各方面已经是和欧洲匹配的 但是美国那边呢完全不行 那几个去美之连的人身体都发福了 联赛的节奏慢 技战术含量低 可能相对于球员的训练 健身 保养 节奏完全是欧洲脱轨的 你看这几个去了美之连的技术动作都变形了 梅西的步伐 节奏 带球和控球均有直线的下身 我做一个判断 梅西很有可能是在默默无闻中退役 他现在在迈阿密一个月都踢不上一场比赛 不是受伤 就是假装受伤 大概踢比赛就是一个月一次 这种情况下 默默无闻的退役 默默无闻的消失在公众的眼球中 而塞罗呢 塞罗还在不断的挑战自己 这又是走机 是吧 霸占了几天的足球热搜 随后又要拍一个那个发布会评价会 在外面的热度也非常高 总之塞罗现在媒体的曝光很高 塞罗会在我们的注目中退役 而梅西慢慢的退役 我有几个伪球迷都问我 巴哥 梅西是不是退役了 最近怎么没有他的消息 这是我的判断哈 梅西现在在媒体层面上 他已经退役了 而塞罗在媒体层面上 他还没退役 还在巅峰 好了 我们再说说贝林恶母 哈里凯恩 以及鲁巴佩 这三个人谁拿进球 我觉得是欧洲杯 而不是欧冠 现在欧冠都进入四强 即使四强被淘汰 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欧冠谁夺冠都没概率 假设法国能夺冠 那么五八倍毫无疑问是进球 英格兰夺冠呢 英格兰夺冠我觉得进球还是凯恩的 即使黄马夺了欧冠冠军 如果英格兰夺冠那也是凯恩的 我这里借用我一个媒体朋友的话 叫做老1.5 禁于老是有个概念 叫老1.5 你要知道现在在英格兰队 老大毫无疑问是哈里凯恩 贝林恶母呢 贝林恶母可能老1.5 都有一点够不着 因为贝林恶母是英格兰的新人 什么萨卡 福登 这些人在英格兰队里的资历 都要比贝林恶母的资历更高 整个英格兰如果夺冠 那毫无疑问对对第一射手 肯定是哈里凯恩 为什么 哈里凯恩能够踢点球 贝林恶母在英格兰队 他踢的是中场 甚至他钱差的机会都不多 因为哈里凯恩要回撤 他跟哈里凯恩的位置重叠了 在战术地位上 他要让权于哈里凯恩 并且他没有球权 比如说贝林恶母很有可能全场比赛寻人其事 明白吧 你踢了这个位置 在进攻中你可能就是寻人其事 看不到你 但是整个英格兰的进攻 必须经过哈里凯恩这一个中轴线 这是战术地位所导致的 不管是拜仁慕尼黑还是英格兰 哈里凯恩的球权都是很高的 为什么呢 球要从他脚底下顾 贝林恶母在英格兰的球权 可能还不如什么福登 拉利西 阿虾卡 球权可能还不如这帮人 所以你说贝林恶母是英格兰的老1.5 我觉得都有一点名不其实 法国队呢 法国队毫无疑问 姆巴佩球权无限多等 你可以质疑姆巴佩在巴黎的球权 但是你不能质疑他在法国队的球权 法国队的欧洲杯也好 世界杯也好 不管是什么杯赛 只要是法国队的比赛 姆巴佩全场的球权都是最高的 你不管你是打进攻还是打防守反击 你变风格怎么变化怎么踢 得上的第一球权人就是姆巴佩 姆巴佩拥有法国队的无限开火权 无限控球权 无限冲锋权 而且国家队的比赛有一点 国家队的比赛季战书海练都比较低级 世界杯也好 欧洲杯也好 战术都是比较低级的 这都是低级的比赛 高级的荣誉 一个人跑得快是非常有优势的 什么以前什么大罗 是吧 包括姆巴佩 这种速度型球员在世界杯 欧洲杯都有很好的表现 为什么 战术低级啊 速度球员有更好的表现 我吐一个人 一个爆汤 这个视觉冲击就很大 你看姆巴佩 不管是世界杯决赛打阿根廷 还是半决赛打摩洛哥 姆巴佩边路拿的球都是狂奔 狂跑 没人防他的 最多一两个人去防他 欧冠啊 欧冠姆巴佩一拿球 四五个人就围上来了 国家比赛战术非常利急 这种单兵作战能力强的球员 有更好的发挥 所以姆巴佩你不用担心他的欧洲杯没表现 为什么 那球都给他 他能没表现吗 表现一定很好 宏理 英格兰啊 英格兰所有的进攻都要经过哈利凯恩 所以我个人认为 金球奖不是姆巴佩的 就是哈利凯恩的 那贝林二五拿金球只有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法国队和英格兰在欧洲杯的表现都差 在法国队小组淘汰 英格兰小组淘汰 或者进入淘汰赛直接被淘汰 只有这种情况下 贝林二五才能拿金球 因为他和哈利凯恩在一个队 英格兰成绩好跟你没关系 你是老1.5 老2.5 英格兰的功劳都会记在凯恩的头上 现在黄马和拜仁进决赛的概率 我认为是五五开 但是在欧洲杯 哈利凯恩的战术地位远远大于贝林恶姆 所以哈利凯恩的金球奖赔率 应该是比贝林恶姆高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基里安姆巴佩 即使巴黎输给多特姆德没有进决赛 欧洲杯姆巴佩绝对的地位 得上给他的绝对的球权 也会让他去表现去发挥 只要姆巴佩欧洲杯表现好金球奖就是他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金球奖的夺冠赔率 应该是姆巴佩等于哈利凯恩 大于贝林恶姆 这个欧洲媒体和亚洲媒体的这个金球奖排兵 跟我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我认为他们很低级 况且在城外还有一点 如果你是法伦多 操作金球奖 金球奖是每年年底 十月份十一月份 这个时候投票 这个时候投票的时候 姆巴佩已经在皇马的阵中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是去操作贝林恶姆还是操作姆巴佩 毫无疑问姆巴佩呀 所以最终加上场外的因素 金球奖最终赔率在我看来是 基利安姆巴佩百分之五十的进球概率 哈利凯恩百分之三十五的进球概率 贝林恶姆百分之十五 这是我的预设 谢谢